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到可能是一款四驱车 但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观志七 不折不扣的一款两驱车 前驱的 这属前宝能时代 后宝能时代 然后观志七呢 它是采用了最新的方界美学的设计理念 是融入了一些中物元素 还有帕腾东神庙的一些元素 比如它这个立柱等等 轴距呢是2720毫米 然后车身长度呢是4679接近4米7 然后车身宽度是1879接近米9 然后下方呢是双边单出的排气 我们今天的试驾的这款车呢 是它的次低配的车型的官方售价是12.68万元 它的最低配车型的起售价是10.98万元 然后它的最顶配车型的价格是15.98万元 外观怎么区分它的低配中配和高配 就靠轮子啊 然后低配的两款呢 它是18英寸的 然后中配呢是19 然后最顶配的是20 然后在外观配置方面上呢 这个次低配它只有倒车影像 你可以看到它预留了这个口 但是它不是真的 这是预留的一个位置 因为它高配有全球影像 那还有22的驾驶辅助啊 这块是毫米波雷达的一个插槽 也是没有的啊 这行李箱真的是可以用比较大来形容了 因为日常家庭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像我这书包放里面可以看到还有很多的空间 而且后排座椅是按照四六比例放到的 可以看到可以获得相对比较平整的一个底部空间 和原先的观置系列的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变 首先呢就是它这个中控区域啊 可以看到是采用分层式的设计 然后中央呢是有一个大尺寸的触控屏 然后这里是皮质包裹 空调出风口 然后启动按键 别忘了我们现在拍的这台是它的次低配的车型啊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外面的配置呢 还有它的电尾 还有它的全景天窗 再看一下前排啊 这个多功能方向盘 哎皮质的包裹 手感还是不错的啊 看到吗 多功能按键都是 都给你配备了啊 功能分区是非常的细化 这边呢是它的定速巡航 然后自定义按键 然后这边呢是语言交互 然后这是一些多功能的按键 那接下来看一下这个中控大屏啊 竖屏 也是目前当下比较主流的设计 可以看到它是支持手机互联的 而且 哎 这字体都是蛮有意思的啊 而且滑动流畅使用还是非常不错的 再往后走是它的空调控制区 可以看到它是有旋钮和拨杆的 有实体按键的 并不是像我们 就是常说的啊 这是它采用触控 因为它触控也可以控制 看见了吗 触控也是可以控制的 那同时呢 它还是可以有实体按键进行控制的 哎 两种选择 两种方位啊 实现再往后走 这里就是它的电子排档 可以看到这台车啊 观制器采用的是一台 7速的适式双离合 再往后走是电子手刹和自动驻车 那这里是它的杯架 这里呢 是看一下是它的中央扶手箱 哎 深度还是不错的啊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座椅 这个座椅其实对于身体的支撑性呢 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可以看到它采用的是一个皮质的包裹 然后这里呢 还有观制的车标 哎 细节还是不错的 然后唯独有一点啊 就说说一下 这是完全的一整块皮子做的 没有打孔 所以它的透气性呢 很一般 OK 现在呢 我们进到了后排 这款车它的轴距是2米72 前排呢 是我刚才调整的一个合适的驾驶位置啊 可以看到我身高是1米8 腿还稍微的有一点长 所以 还有是有一拳的距离啊 基本上是满足了一场使用 而且它这个 哎 有一个很讨巧的设计 就是前面的座椅 靠背是有一个向前掏的空间 这样的话呢 会大大增加了腿部空间 我相信啊 身高要是比我矮一点的人坐在后面是更没有压力 然后头顶上方呢 是它的全景天窗 这个呢 是在次低配车型当中就有了 视线呢 再往下走 就是这里了 看见了吗 后排出风口 再往下走是两个USB接口 哎 这有储物格 中央的地毯呢 稍微的有一点点隆起 我42码的脚放在这里呢 有一点局促了 基本上是放不下 然后后排的座椅 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后排的座椅的座垫呢 也是蛮长的 可以看到 填充的软硬呢 我个人觉得后排的填充物的软度呢 要比前排要好一点 相同的力度去按 后排的软度呢 会好一点 然后这呢 是有一部分 哎 腰部支撑 还是刚才的问题啊 就是它整块皮的 没有打孔 所以偷袭性一般 后排座椅 靠位角度是不可以调节的 比较遗憾 角时候很少给大家展示 发动机舱的样子啊 可以看到 观置期的发动机舱 还是相对比较工整的 一个大的发动机盖板 放在这里 然后它还有液压支撑 跑平 然后上面的发动机的 隔音棉 还是点赞的 现在观置期呢 它是有两种动力 一个是1.6T 还有一个是1.8T 1.6T的数据呢 是150千瓦 280牛米 然后1.8T的话 是170千瓦 300牛米 匹配的都是 气速的是双雷合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试驾体验一下 这款观置期啊 它是1.6T的车型 是150千瓦 然后是280牛米 今天我们走这个场地 比较特殊啊 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的越野场地 但是我们今天试驾的是一款前驱车 所以对于前驱车还是有一定的考验啊 话不多说 咱就开始啊 首先这个场地非常的颠簸 这个前后独悬啊 我觉得现在这款车坐的确实是可以 你看这个颠簸路段啊 虽然是很颠簸的 但是车内感觉不到 上坡 车身稳定控制系统已经开始介入了 这个坡对于四驱车型来说 还是比较的简单啊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车是一款两驱的车型 哇 前面这个坡真的是非常的大 干挠 干挠 挠上来了 哇 天 这个车啊 真的 如果你是四驱的车型 完全可以慢慢悠悠的开 但是我们今天是一款两驱的车型 所以完全是靠它的 这个轮胎的抓地啊 来进行的 我现在走的是波浪的这个啊 完全是怠速过来 哇 哇 不上不行 就得上了 哇 太轻松过来了 哇 过来了 哇 发现没有道啊 只有这个划成一条道啊 哇 过来了咱 哈哈 前面是一个 这个蛇行穿装 这个真是穿装了啊 这个大柱子 哇 方向打的真的是非常轻柔 这个车的转向还是很有信心的 然后 哇 现在 进来之后 这边是一个小的电波路段 上来 穿林 然后下来 之后 走 这是一个S弯 速度可以稍微的起来一点 这是一个回头弯 然后过来之后是一个V型的路面 这里呢 是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个一个车的轮胎宽度 过来之后 放缓稳住 OK 现在前方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的了 方向从车底划过 然后这里 我们 继续 来一个蛇行穿装 这个场地对于四驱车型来说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但是我们今天是一款两驱车 所以就会在难度上稍微的增加了一点啊 下面呢就是一个波浪组 感受一下车内的一个刚性 现在我们是怠速 整体的一个刚性还是不错的 会是观置车型 然后 这边是一个小凸起 然后OK 这个越野场地我们就轻松的过来了 真的 真的真的是非常的easy啊 没想到两驱车也把这小场地给征服了 我 就让我们能够思认 这边呢 好 好 你 Notes